總共在這裡面有10個個案 有10個個案 那都是同住的家人 同住的家人 那因為這樣居度上比較擁擠 所以整個家庭都已經受到 大家都有感染到 其實好像有一位小孩沒有 那其他都有感染 大概從2歲 到4、5、10歲的 都有 今天我們有本土的病例 有13例 有13例 那境外移入的有10例 那1例的死亡的個案 新北市這11例 有1例是昨天 大家已經知道就是大圓板 的一個工作人員 那他們已經在進行相關的一些PCR 或者一些快殺的檢查 那另外裡面有10例 另外裡面這應該是有10例 是一個 9例是一個 是一個同住的家人 所以在這裡面 應該是有9例已經知道感染源 事例關聯不明 那要持續做相關的疫調 這個是主要是那個家庭的群聚 就剛剛我們今天最多的一個案例 總共在這裡面有10個個案 有10個個案 那都是同住的家人 同住的家人 那因為這樣居住上比較擁擠 所以整個家庭都已經受到 大家都有感染到 其他好像有一位小孩沒有 那其他都有感染 大概從2歲 到4、5、10歲的 都都有 想請教一下新北這期家庭群聚 最早個案發病時間是什麼時候 是不是已經在社區活動 這個病人 第一個大概就是案 16072 案16072 那曾經在醫院裡面住院過 應該是在6月16 到7月1號 有住院過 那當然住院完之後 那當然都採陰 然後出院了 然後到前兩天 因為在有其他的一個病 他有持續在看 那因為有其他病需要做 應該是說是 侵入性的檢查 所以在採檢 那發現是有陽性 那進而對 他的周遭的這些接觸者 的檢查 那發覺這個家庭裡面 就有很多的案例 就同時受到感染 因為之前的時候 家人用餐是可以共桌 然後不需要隔板 梅花座這個部分 那有考慮這個指引會改變嗎 另外就是之後要開學了 學校的防疫措施會因為這一次的一個事件 做家延的動作嗎 謝謝 沒有 在家裡面隔板他 除非他們是在家裡面天天都用隔板吃 基本上在家裡就是大家一起吃飯的機會 遠大於在外面吃飯的一個機會 所以在外面你吃一次飯做會因為這樣子的人 那在家裡本來的機會就已經高很多了 應該講說沒有什麼可以加嚴的措施 但是要求的既有的防疫的行動 要落實去做 家庭的群聚的案件 都在家庭裡面感染的 都是回到家裡面 我把病毒帶到家裡面 傳給家人 所以在裡面就注意說 那在家裡面 居住的環境裡面 大家怎麼樣稍微互相注意 那注意要怎麼注意 那就個人每一個人 在外面的時候 我要把病毒帶回家 那這個事情跟在外面一起吃飯 這情形是兩回事